追寻自我,十年回顾,一年反思与明天的可能性 时间如流水匆匆流逝,十年前的自己彷復隐藏在时光的曲折中 一年前的回忆则在生命的转折点中闪烁 然而,重要的并非过去的自己,而是当下的身影以及未来的可能性 这种追寻自我的旅程是一场在成长,探索和反思中不断往前走的旅程 我过去十年的转变,一年的收获,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十年前的自己,十年前的我是一个充满着青春与迷茫的年轻人 回首当时,讽觉还能感受到那种对未来充满渴望的心情 却也深深感受到那份对未知的不安 当时,我刚踏入职场,走过学府之门,那是一段全新的人生篇章 眼前的职场,彭扶是一片未知的大海,充满了机会和挑战,让我无所适从 对于未来的规划,当时的我总是充满疑问 我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 然而,正是在这段迷茫的时光里,我逐渐学会了奋斗 透过不断地面对挑战,我渐渐找到了自己在职场中的位置和角色 每一次的努力和尝试,都让我更加成熟,坚强 这十年来,我也学会了从失败中获取经验与教训 当初或许不完全了解自己,但正是在迷失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寻求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挫折都让我更坚定地追寻梦想,更珍惜每一个机会 十年前的自己或许不曾想到 未来的路会是如此曲折,但这段成长的历程 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如今,我感谢那时的迷惘与困惑 因为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未来的道路或许依然充满未知 但我将带着十年的经验和智慧 勇敢面对,迎接新的挑战 十年的转变与学习 十年的光阴葱葱,如同一幅绘画 描绘我在职场中的起伏与成长 当初,我踏入职场的那一刻 是一位懵懂的新进人员 对于这个陌生的领域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然而,这十年的岁月带给我无数的挑战和磨练 也让我从一个迷茫的菜鸟 逐渐转变成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者 职场如同一片大海,起伏住风貌 我学会了在这片未知的海域中航行 不断调整航向,适应不同的氛围与形式 在这段历程中,我经历了成功的时刻 也品尝过失败的滋味 然而,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淬炼 使我更加坚韧不拔 我学到了在风雨飘摇的时候 如何保持冷静,把握方向 与人相处成为我职场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我明白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之一 透过与同事的合作 我学会了彼此尊重、理解和沟通的重要性 领导团队也是一项挑战 我努力发展出一种启发性激励的风格 让每个团队成员都能进展所长 并共同朝着目标迈进 在这段岁月中 学习成为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无论是参加进修课程 参与研讨会 还是阅读大量的书籍 我都努力不懈地补充自己的知识储备 我深刻体会到 学习不只是为了取得某种资格 更是一种持续进步的生活态度 这样的学习心态 不仅让我在职场中更具竞争力 也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这十年的转变与学习 彷扶是一场充满波澜的冒险 透过不断的挑战和奋斗 我成长为一个更强大 更有智慧的自己 未来 我将继续保持谦卑的态度 迎接更多的挑战 不断学习 进步 继续探索这座无尽的职场之海 一年的收成与反思 回首过去的一年 我发现自己经历了丰富而深刻的转变 这一段旅程充满了成长 挑战和收获 在这段时间里 我专注于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平衡 这使我学到了更好的管理情绪 和应对压力的方法 冥想 健身以及与亲朋好友的深入交流 都成为了我实现内在宁静的重要途径 在职业生涯方面 过去一年给了我许多挑战和机会 我学会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 这扩展了我的国际事业 让我更能融入多元化的环境 与此同时 我也开始寻找新的专业领域 这激发了我挑战自己极限的勇气和动力 这一年的职业收获 不仅体现在事业上的成就 更在于我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 生活的转变让我意识到 成长是一场不断挑战与突破自我的旅程 面对不确定性和变化 我学会了保持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这让我更坚韧地应对各种挑战 同时 我发现在聆听他人的故事中 我们能够汲取更多智慧 这成为我个人成长中的一大助力 除了事业上的发展 人际关系的丰富 也是我这一年的亮点 与家人 朋友和同事的互动 让我更了解人性的丰富多样性 也促使我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 这样的连结不仅在工作中发挥协同效应 更丰富了我个人的情感世界 过去一年是我人生中一段充实而丰盛的旅程 在成长的历程中 我学到如何在压力面前保持冷静 如何勇敢面对挑战 以及如何感恩每一份收获 这一年的经历让我更加坚信 人生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也体现在我们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的过程中 期待未来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 迎接更多的冒险 学习和成长 当下的自己 在时光的洗礼下 当下的我不再是当初那个迷惘的年轻人 岁月的淬炼让我更加成熟 也让我拥有了一份坚韧的品格 这个当下的自己 是一位自信满怀 目标清晰的个体 我深刻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这使我更能证实自己 也更谦虚 拥有清楚的目标和明确的规划 我不再在迷失中彷徨 这是一段成长的旅程 每一步都让我更接近真正的自己 当下的我不再只是职场上的参与者 而是一位拥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我学会如何引领他人激发团队的潜力 与他人携手前行 共同追求成功 以成为我的人生使命 在领导的过程中 我学会了尊重每个成员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我懂得与团队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这是实现共同目标的重要基石 透过分享经验 激励他人 我努力打造一个凝聚力强大的工作环境 积极的态度是我成功的秘诀之一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我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 并鼓励团队一起克服 这种态度不仅让我在困难中保持冷静 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共同努力奋斗 当下的自己不再是追逐梦想的梦者 而是一位脚踏实地专注追求目标的实践者 我相信这份成熟和坚韧将成为我未来不断攀登高峰的动力 现在的我正迎着阳光 勇敢地迈向更辉煌的未来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 我充满了对生活和事业的无限期待 我深信着 这个未来将会是我个人成长和专业发展的蓬勃时刻 在事业方面 我期望自己能够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卓越 并在专业领域中取得更高的成就 这可能涉及学习新技能 探索新的领域 并与优秀的同事共同合作 共同携手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事业 同时 我深知内心的平静和丰富同样是重要的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期望能保持心灵的宁静 学会处理压力 培养内在的平和 这或许涉及冥想 阅读 艺术或其他能让我心灵得到滋养的方式 这样的内在均衡 将是我更能应对生活的起伏 并保持对未来的正面态度 在未来的路上 我将持续学习 并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我相信 只有不断的进步和学习 才能够与时俱进 应对变化 这可能包括进修课程 参与产业研讨会 或主动参与社群 与其他专业人士交流分享 这样的学习态度 将是我未来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除了事业上的追求 我也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家庭 友谊 爱情 这些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家庭方面 我期望能够成为一个关爱家人的支柱 为家庭创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环境 在友谊方面 我希望能与朋友分享欢笑 共度难关 建立真挚而深厚的友谊 而在爱情方面 我期望能够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 携手共建美好未来 未来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可能性和机会的旅程 我将全力以赴 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这不仅仅是一段事业的追逐 更是一场对内在提升和人际关系建构的精彩探索 我相信 这样的努力和付出将为我带来丰富而有意义的人生 最后 我深信每一天的努力都会为未来的自己奠定基础 不论未来的路有多曲折 我都将怀着信心与勇气 迎接挑战 追求更高的目标 因为重要的并非过去的自己 而是当下的自己 以及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趟追寻自我的旅程中 我将持续探索 成长 为人生的每个阶段增添更丰富的色彩